晚安 欢迎收看新闻夜现场 我是李新云 新闻开始先带您看到 是高雄凤山深夜惊传枪响 高雄市人物警分局 刑警大队以及刑事局 就在晚间九点半左右 在凤山区中山东路 一栋民宅围捕一名 黄姓的枪击犯 没想到嫌犯竟然是拒捕 还引弹 而警方紧急地将人送医 目前人正在医院抢救当中 而事件的起因 只是因为黄姓男子 向另外一名黄姓男子 追讨四千块钱的债务 双方引发了口角冲突 让黄姓男子开枪 而高市警方获报之后 前来追捕 另外要带您看到 是傍晚四点半 屏东万丹乡 发生了一起大货车 撞死骑士的死亡车祸 张华县警方破获了一个 假交友真诈骗的犯罪集团 带头的陈姓主贤 在张华二林镇 租下了民宅当作机房 专门锁定中国 美国 以及加拿大等地的华侨 嘉义地检署 这个月十六号破获了一间制毒工厂 当场也查获了三名嫌犯 而让检警非常惊讶的是 现场毒品的原料数量 非常的庞大 总共有八十四公斤 几乎都堆成小山一样这么高 而这些原料可以做成 物资四万包的毒咖啡包 而嫌犯已经制毒了两年 卖出了一百二十万包的毒品 兴情局爆出了共谍案 调查局的人员搜索了三名退役的上校 以及少将住处 而根据检调单位的调查 他们三个人呢 从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八年期间 去中国多次涉嫌收受见面里 甚至还陆续找人过去 疑似已经泄露不少国家军事机密 前国安局副局长陈文凡 去年在美智库演说 就提到了中共过去几十年来 跟台湾二十四个企业 以及媒体代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但您看到是大同股东临时会 终于在二十一号正式落幕了 这个林文渊以及王光祥为首的市场派 最后是以压倒性的胜利 抢下了七席的动作席词 同股灵会市场派胜出 最后拿下了七席 而当选的董事当中 也有人就是建设公司出身 这也让外界很好奇了 大同总共有四十多万坪的土地 日后到底会怎么样处理呢 而王光祥他也松口咯 像是台北市仁岸路地堡周边的 芙蓉大楼 已经超过五十年了 将会列为优先开发的目标 小珍同样是建设公司出身 郑基董事长也是文心建设千金 打造过信义区内谷区豪宅建案 经营团队对土地资产的规划 更成市场关注焦点 达里新闻增电日期 不过不过却苦了周边的居民 因为这些沙尘已经严重干扰到 他们的生活品质 持续来追踪 而这里的居民曾在2016年 找了社坛立委陈超明来陈勤 于是陈超明找来了专家会刊 大刀阔斧的要求把近四层楼高的堆沙梨 给产地 不过却也引来了另外一派的不满 院港渔港 纵使拥有整片穿茶排列的蓝沙竹林 依旧飞沙走失 三年新闻菜务员王子瑜张浩一 SNJ小组苗栗新竹采访报道 台中市议会进行定期会 不过台中国菜运销公司的总经理 却被议员指控说 这坐领高薪而且还苛刻员工 因此议员也要求 阵风人员要进行彻查 国防部完成后备配套改革规划 为了公平起见 那么八年内没有被教招过的人员 在未来将会优先入列 而教招的时间也变长了 从原本的五到七天变成十四天 日航基地的上空最近出现了一架无人机 也吸引了军事迷的围观 而军方也透露了 这一架是中科院自制研发的 层云号无人机 目前正在密集的测试飞行功能 天理器三镇王浩宇宏亭他们报道 中国的武汉肺炎疫苗研发速度超前全世界 中国的官方宣布 目前已经有四款的疫苗 进入了第三期的临床实验 不过呢 统一时间也传来了浙江省 已经开放民众施打 目前还在实验阶段的疫苗 2020年中国富豪榜 阿里巴巴兼蚂蚁集团的创办人马云 以四千亿的人民币 整合台币超过一兆七千两百亿元的身家 第四度成为中国的首富 要带你来关心的则是 美国的总统大选了持续的逼近 而现在大选的选情进入了胶着的状况 拜登受到电邮门事件的冲击 民调数字和川普的民调数字 是逐渐的拉近 但是呢 川普21号在宾州造势的时候 却自曝了 故意呢 在接受CBS专访的时候 中途落跑 美国总统川普狂轰对手拜登 对中国的立场 不过纽约时报也报道了 从川普的税务资料发现 川普自己跟中国也有金钱往来 到了国内 但您看到是21号凌晨 新北市永和有一名女子 在公园里头照顾流浪吗 没想到遇到了一名来遛狗的外籍男子 两个人随后起了口角 这名外籍男子竟然是当场出拳 可恶的是台北市东区地下街 惊传有席凶色狼 曾经主持过国庆活动的主持人 19号晚间8点多 独自一个人在逛街 结果忽然遭到一名戴口罩的男子 大力的冲撞 而且过程当中还疑似动手席凶 而警方调阅了监视器之后 快速就逮到了这名男子 但是嫌犯却变成说 当时没有看到人 他不是故意的 这儿正式宣告了 要在明年底盖好大巨蛋 在2015年 柯文哲上任之后呢 不到半年就停工了大巨蛋 这个工程延统了五年 到今年的八月份才复工 但是啊这个停工期间 大巨蛋也已经快要盖好了 因此也让议员痛批 柯文哲放水远凶 别再用喝水的杯子喝酒了 德国五百年speak love 让好喝的酒变成美丽的酒 来全联 让好酒变美酒 买好酒加赠点 让你更快祈祷 第一届智慧移动产业论坛 二十一号隆重的登场 这也是台湾首度集结了 产观学研各界 共同参与的大型电动机车产业论坛 为了关怀新著名 在台湾的生活情形 移民署协同海基会的人员 一同访试 同时呢也体验多元文化以及美食 盛节快要到了 今年受到疫情的关系 为了要减少群聚的机会 因此呢日本特别利用虚拟实境 打造网络的变装派对 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看看 我是李星云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家费